按说已无精的饮食水平,多数女性只会营养过剩,不可能不足,可实际情况却是,有些人不论怎么补充营养都不够,年纪轻轻就出现瓶颈,骨质疏松等问题,吃进去的营养都去哪了? 只要从日常习惯说起,最重要健康因素,会使营养不断流失,一,常喝咖啡,过量的咖啡会溶解骨骼中的钙,适量饮用咖啡还好,但如果将其当主要饮品来喝,就会急去其高患骨质疏松症的危险,按照营养学计算,没多喝一杯咖啡,就需要额外给自己补充19-37毫克的钙质,补救措施,有喝咖啡习惯者。 可在每杯咖啡中加两时牛奶,一天不要超过四杯,如已经出现苦之疏松的迹象,您及时就医,尊医主每日补干,二月经济过大,经济失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,但如果经济过大,身体自安吃不消,由此导致的铁流失,可使人容易疲劳,并引发缺铁性贫血,补救措施,每天补充18毫克铁。 可通过豆类,虎类,鱼类,虹状等食物摄入,同时多吃鲜味酸含量高的果蔬,如西红柿,橙子,橘子等,帮助身体吸收。 另外,没有医生诊断的话,不要自信服用铁剂。 三,过量运动,运动要适量,多了饭而损害健康,走走身体的铁,维生素C合一。 这主要是由于,人体在运动时,需要消耗更多的铁来帮助运送氧气,细胞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大。 不得不使用维生素C,依自我修复,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出现相应的营养缺乏。 补救措施,通过书中补充维生素,不要光刻补剂,每日应摄入大约18毫克的铁,250毫克的维C,以及400国际单位的维C,4,单位甚至是9。 众所周知,酒精伤害肝脏和医脏,对女性来说还会增加乳腺癌的几率。 除此之外,尸体在代谢有因的过程中,也会消耗储存的水溶性维生素,比如维生素C,叶酸,民族维生素C,长期如此可能产生并发症,可救措施,控制饮酒,多知斗内,蔬果,鼓舞,补充维生素C,叶酸和多种维生素B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